欢迎来到冰分娱乐秀 很高兴能够在这里和您见面 我们会每天准时给各位带来最新的娱乐资讯 冰分娱乐现在开手 创次第二次公演上半场播出 终于看到了周深的唱跳舞台 虽然看过周深的很多舞台 有些舞台周深也会小跳一把 但那都算不上真正的唱跳舞台 而这次借创次的光 终于看到一个真正的唱跳周深 虽然早在节目播出之前 就通过现场观众了解了周深在第二次公演的表现 但是那只是听说 与真正看到的震撼是完全不同的 表演一开始 周深抬头之后第一个表情就十分到位 一瞬间阳光乐情的感觉扑面而来 之后唱跳开始 唱不仅仅用了六国语言 还特别稳 不要忘了这可是全开卖的舞台 而跳周深用了四天左右的时间学习 从效果来看也非常棒 动作流畅自然 很有唱跳歌手的风范 如果周深不说 真的很难想象 他只用了这么短的时间就完成了从一个优秀歌手 向着优秀唱跳歌手的转变 更为重要的是 这次创四放出了唱跳周深的完整舞台 一共二分多钟 这也更加体现了周深的实力 在这么长的时间里 全程跳着唱歌对于一个唱跳新人 不仅仅要保证舞台动作 还要保证唱得稳定 唱得好听 还要保证记住六国语言的歌词 别说全部做到 做到其中一个要求都很难 而周深一个唱跳新人 他不仅做到了 还做得很好 这也让我虽然只看了一个周深的唱跳舞台 但他已经是我眼中唱跳的标杆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 人们对唱跳歌手的要求越来越低 尤其是对待男团女团时 他们的粉丝往往会认为唱跳歌手 只要保证舞台效果 跳得好看 表情管理到位 再加上身材颜值就够了 至于唱得如何 不重要 因为可以办开麦 甚至假唱 这种观点多了以后 甚至会给人一种感觉唱跳歌手 办开麦很正常 全开麦对于唱跳歌手而言 似乎有些苛刻了 如果女团男团成员 他们的表演只是面向粉丝 粉丝的态度怎么样都可以 但是现在女团男团的表演 已经频繁出现在各种活动之中 而这些活动面向的是全国观众 他们的粉丝与全国观众相比 只是非常小的一部分 因此 还用粉丝的要求去要求唱跳歌手 男团女团就不合适了 因为观众更想看到的是全开麦的舞台 更想看到的是唱跳歌手的真实水平如何 而从各种活动的反馈来看 很多女团男团在全开麦的状态下 表演效果并不好 因为看了很多这样的舞台 对女团男团的要求都变低了 只要他们可以全开麦唱跳就行 但是看了周深的舞台 让我明白一点 唱跳全开麦的舞台一样可以非常棒 周深之前甚至没怎么唱跳过 但是她通过学习 通过努力 给观众留下了一个非常好的舞台 既然唱跳新人都可以如此 那么那些以唱跳为主的歌手 他们没有理由不可以 毕竟周深已经用实力告诉观众 全开麦的唱跳舞台可以有怎样的效果 有这样一个例子在前 任何理由都显得苍白无力 与其找理由 不如努力提升实力 在全开麦的状态下也能有唱跳绝佳的舞台 吃瓜不停娱乐不断 感谢您关注 缤纷娱乐秀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频道的话 请给出您宝贵的赞 并且记得订阅我们同时 不要忘记了点亮订阅右边的小铃铛 这样就可以在第一时间收到我们的频道内容了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 拜拜